第六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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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堂课之前天气还很好啊 上课没多久就开始下了 刚刚雪下的真的很大 什么 这么说小妹子你早就知道了 是啊 我当然知道 可是窗帘是拉着的 这是集中力的差异 只要我从第一堂课开始 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帘 差不多到第三堂课 就能看到窗外的景象了 雪下这么大 要怎么回家呢 祖影 你爸爸妈妈快来接你回去 你担心什么 受到最多疼爱的孩子 当然会第一个回家不是吗 快点上车 才一课快要迟到了 可是妈妈 今天是下雪天 不能在家里休息吗 这种天气要怎么在外面溜植排卵 恩西 学费那么贵怎么能因为下雪就不去 小嫂 小嫂 爸妈一起来学校 那店里的生意怎么办 当然是我的儿子最重要 做生意算什么 伯父 伯母好 你们几位是我们盛气 常常提到的好朋友吧 这些请你们吃吧 伯母 谢谢您的地瓜 草莓 您见见了 好 再见 我妈妈怎么到现在还不来 多多不用担心了 可能是因为下雪塞车的关系 还好现在风霉那么大了 我要跑回家 明天见了 可是允熙 等一下你妈妈来了 没看到你怎么办 她还这么小一定很失望吧 你是谁啊 真懂事 不像现在的小孩子 我好饱 肚子里面满满的 这个不懂事的女孩子 是谁家的孩子啊 原来允熙的妈妈 开了一家礼品店啊 是啊 要做生意的人 又不能把店丢着不管 所以这种日子也不能接小孩 难怪这段时间 我从来没有见过允熙的妈妈 你呀 算是过得很幸福啦 你有这么好的妈妈每天在家照顾你的生活企迹 又会煮饭给你吃 而且又很会唠叨 你说什么啊 妈妈 不觉得好像有点空虚吗 什么啊 你肚子里到底装了什么啊 怎么一天到晚觉得空虚 家里煮好了香饭饭的泡菜汤 你忍耐一下啦 不是 我不是说肚子饿啦 那你为什么常常觉得空虚咧 不过话说回来 像妈妈一样要养三个孩子 每天煮饭给你们吃 下雪天又来接你们 你们的妈妈就是太完美了 佩佩啊 允熙 你感冒了吗 对 好像是这样 早上吃过药了吗 很不舒服的话去医院吧 要不要通知你妈妈呢 不用不用 我真的没关系啦 我感冒就算不用吃药也很快就会好了 因为妈妈太忙了 生病了也只能默默承受 是这样吗 如果觉得很不舒服 记得一定要跟老师说哟 好 我会的 老师 如果去医院 医生一定会帮我打针 来 这个给你 谢谢你 恩西他怎么会这么好心 要是被你承认感冒那怎么办呢 我就知道了 恩西 恩西 对吧 我昨天吃了烤鸡关哦 好香啊 一般是牛肉一般是鲍鱼 嗯 一定很好吃 对吧 看起来很好吃吧 好啦 那就趁热快送过去吧 拜托 妈妈又不是允熙的妈妈 真是的 我刚刚去了允熙妈妈的店 她妈妈很担心 说孩子生病了也不能回家照顾啊 难怪 牛肉跟鲍鱼的量放得比平常多很多 不要 我也要尝尝味道 美美弟弟 我们也要 也要吃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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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些孩子真是的 拜托你们都是鸭巴 美味的粥又让允熙肚像了 崔小梅 这里 这里 喂 林允熙 这个家伙是不是装病 生病了怎么还有体力在外面玩 等等 怎么办 她妈妈做生意太忙没有时间 她又是独生字 家里没有人能照顾她 是吗 现在回想起来 不早了 我们快点回家吧 是啊 要是我错过吃饭的时间 我妈妈就会把饭菜收掉了 允熙 你也要回家吃饭吧 还没 我想再晚一下再回去 允熙那时候也没有回家 自己一个人 崔小梅 你怎么会来我们社区 哎呀 我们善良的允熙 这段时间很孤单吧 今天我这个姐姐会好好陪你玩的 你干嘛 今天是怎么了 今天我的心怎么跳这么快 小梅子会不会听到啊 喂 没有人跟你抢 你吃慢一点啦 哦 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哇 你妈妈好厉害哦 粥里面没有放牛肉跟鲍鱼 却有牛肉鲍鱼粥的味道 真是 哇 这个人是你爸爸吗 哇 你爸爸是美男子耶 不过跟你一点都不像 是啊 我爸爸离开我们也已经一年了 呃 什么 呃 对不起允熙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什么 呃 允熙啊 别因为爸爸不在就悲伤会觉得孤单 要打起精神勇敢用坚强地活下去知道吗 呃 好 谢谢你 呃 小梅子 允熙 允熙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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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呃 不是 不是这样 呃 我们 呃 只是 哈哈 我又没说什么 阿姨 我们允熙怎么会这么可怜呢 啊 哈哈哈哈 阿姨 不要再笑了 我也觉得我很丢脸 好 对不起小梅子 可是 哈哈哈哈 这都是你造成的 一开始你就应该告诉我 你爸爸是船长才对啊 呃 我本来就要跟你说的 嗯 哇 哇 哇 怎么说这些都是 对 是我爸爸在国外陆陆续续寄回来的 真是的 家里有这么多有趣的东西 呃 为什么还一天到晚往外面跑啊 小梅子 把这里当成自己家 要常常来玩哦 好 我正好也有这个打算 我就知道会这样 我就知道会这样 妈妈没事 干嘛要说那种话 小心一点 那可是我爸爸送我的生日礼物 允许 允许 我们明天见哦 明天见 我跟你们说 后天就是圣诞节了 我们要不要来开派对 圣诞派对 圣诞派对 我们当然好咯 派对的话 对不起 我不能参加派对 因为圣诞节那天 我要在妈妈的店里帮忙 圣诞节前后几天 是礼品店最忙的日子 圣诞派对 我没关系啦 你们自己玩得开心一点 那么再见了 等一下 还有一件事 可不可以在你们家办圣诞派对 没有比你们家更适合的场地了 小梅子 小梅子你明知道 圣诞的情况怎么还说那种话 是啊 圣诞又不能参加派对 怎么能借用别人的家嘛 谁说圣诞不能来 圣诞也会跟我们一起开派对的 好 请等一下啊 允熙啊 好 来了 在这里 红色格纹的围巾没错吧 你们看看外面 好像在办什么活动 天哪 看看他们 好可爱呀 你们这个 真的谢谢你们 多亏你们帮忙 店里准备的礼物全卖光 我们可以早点打烊了 呦呼 阿姨 那允熙现在 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派对了吗 老婆 允熙 宝宝 再见 圣诞快乐 我的计划本来不是这样的 没关系 小梅子 允熙看起来很幸福 这样就够了 是啊 你说的没错 也对 圣诞节本来就应该跟家人一起度过 没错没错 回家吧 再见了 utility 在海里面 小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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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臭丫头 你用湿的手摸了什么啊 没有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摸 我只是想开强风 轻轻碰一下就突然 你为什么要开到强风啊 明明开围风就够了 因为我快要热死了 你这个臭丫头真是的 竟然跟妈妈顶嘴 别人家到了夏天 家里都会开冷气 别人开冷气是别人的事 如果你安安静静 坐着写作业根本就不会流汗 妈妈 姐姐刚刚跟我在房间 一起写作业 这一次是妈妈不对哦 说真的 我的朋友家里 至少也有一台冷气 不只是冷气而已 每次去朋友家 家里有漂亮的沙发跟床 看起来就很舒服 就拿明智家来说 去那边玩之后回来家里 感觉就像是回到乞丐风 啊 你说乞丐风 这两个丫头 把我的家说成什么了 大乞丐窝 我们家为什么总是这么穷呢 好丢脸 小时候还不会这样 怎么越大越会跟朋友家比较呢 我真的没想到他们会觉得丢人 那也不能这样吧 住那么大的皇子有什么用 一家人住在一起吃到宝餐的卵 最重要吧 这两个孩子既然在家 怎么把信拿进去啊 这是 对 这花花很好 我要让你们看到我们家的价值 哎呀 小梅子的妈妈您好啊 什么 请问您刚刚说了什么 大新闻大新闻 推小梅她家 盛请了当寄宿家庭 我真的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 你不要啰嗦 我们家当寄宿家庭绝对没有问题 小梅子家要当寄宿家庭 这像话吗 我只是刚好路过这里而已 听说是住在美国洛杉矶的乔邦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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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接到你们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是这人还是漫画人物 我的名字叫安东尼 你们好吗 哈喽 哈喽 欢迎来到小梅子的家 哇 好新奇哦 我是第一次来到韩国 天哪 虽然早就听说了 但是安妮的国语说得真好 见到你真的很开心 我叫做小梅子 哈喽 哈喽 小哥你好 我叫做美美 美美 你这个没大没小的狐狸精 也是你们真的好开心 不过你们家在哪里 这里是仓库吗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不好意思 因为我第一次来韩国人的家 现在看来你们家里很微型很可爱 哎呀没关系 没有说是狗屋已经很好了 小梅子啊 这个家的一家之主在这里 说狗屋有点 小锅巴平常不会随便靠近陌生人 看来小锅巴很喜欢哥哥哦 他是小锅巴吗 你好吗 你真的好可爱 小锅巴也是可爱的家人 来 美味的晚餐上桌咯 新娘呀 是啊 因为有客人来住 妈妈今天特地夹菜的 哎 哎孩子们 家里还有客人 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吃吧 说的也是 Antoni 我问你 你有几个兄弟姐妹啊 哦 我下面有一个弟弟 我换了很多肉 要多吃一点哦 嘿 这些孩子怎么回事 别人看了以为你们饿了很久 因为像里面从来没有放过肉 啊 安东尼 你很累了吧 快点进去休息吧 啊 这里真的是我的房间吗 安东尼 快过来 这里就是顶今天晚上睡觉的位置 这么多人都一起睡在这里吗 啊 对了 在美国小孩子好像也都有自己的房间 可是我们家里没有客房 我也没办法了 哥哥旁边是我的位置 啊 这是我的位置 把你的手拿开 我只是我先站的 才不是你说的这样呢 是我先站的 你们也真是的 不要吵架了 其中一个人让步吧 姐姐还是让步吧 这里是我的位置 哦 我的天啊 因为我是老儿 所以一直都是我让步 我这一次不可以 啊 啊 啊 你们两个真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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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没有叫你们不要吵了 怎么可以在客人并且吵架啊 啊 他们都太乐情了才会这样 安东尼晚安的哦 啊 这是什么声音 啊 刚刚那个声音吗 啊 那是楼上的家发出的声音了 这里没有二楼啊 啊 啊 天花板怎么会有裂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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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太累的关系吗 上不出来 啊 我要跟女儿 我也很急 我先爱 哦 让爸爸先用 第一名 哦 小妹子 哎呀哎呀哎呀 怎么前度你 啊 只要再忍耐几天就好 没错 再忍耐几天就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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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郭爸 谢谢你 啊 啊 是不是吃太多了 这个门怎么会缩住呢 天哪孩子 你醒一醒啊 天啊 你终于醒了 我还担心你怎么睡了那么久 请问你是谁 我差一点忘了 你还没有看过我 你好 我是小梅子的朋友 我叫敏智 你吓了一跳吧 睡觉醒来 却在完全陌生的地方 可是 我怎么在这里 这个妈 因为小梅子的家人 拜托让我家 暂时当里的寄宿家庭 怎么会这样 是因为撞到吗 除了撞到头之外 也有疲劳过度 还有便秘造成大肠太大的负担 才会昏倒的 请问 这孩子最近是否有 吃不好睡不好 或排便不顺的情形呢 什么 为了让你在回国之前 能够住得舒服一点 小梅子的家人 一直拜托 我才接你来的 抱歉 没有心问过你就决定了 我一点都不介意 你叫做敏智对吧 剩下的时间 我们好好相处吧 好 动物医院 天啊 小锅巴伤得很重吗 小锅巴 明智你在跟谁讲电话 我好像听到你说小锅巴 小锅巴发生什么事了吗 小锅巴被捕鼠器夹住了 他的腿伤得很重 什么 捕鼠器 因为你要去他们家 所以到处放了捕鼠器跟老鼠药 也打扫得很干净 是啊 那个家里的老鼠地却非常多 为了卫生把老鼠消灭掉是对的 可是安东尼 我老是跟你说 小梅子他们家 根本不在意 家里有老鼠这件事 我第一次看到他们这么大费周章 说有贵客要来家里 万一害你睡不好 那该怎么办 他们都非常担心你 天哪 小锅巴该不会也误吃了老鼠药吧 这么说是为了我 小锅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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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安东尼 你们好 我只是刚好路过这里 不对 因为这里还有我的衣服 所以 你看起来身体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了 安东尼 我太太没想清楚就申请寄宿家庭 我代替她向你道歉 还害你排便不顺 辛苦你了 别这么说 我只是 哥哥 因为我想带你回美国之前 把这个拿给你 所以我一直待在身上 你等一下再看吧 是吗 如果我没有来的话怎么办 小锅巴 小锅巴 安东尼哥哥 别担心 小锅巴 小锅巴 最难受伤了 医生叔叔说 补薯器幸好没有伤到骨头 只要过一阵子它就会好了 天哪 我怎么这么糊涂 你是为了拿衣服才来的吧 哎呀 一壶晒干了 家里没有纸袋 你可以直接把衣服拿走嘛 好 这样就行了 好啊 那爸 你自己路上小心哦 哥哥 可不可以在我们家住几天呢 弟弟 哥哥说了是来拿衣服的 你快点回去吧 再见 那么我要回去了 安东尼再再见 如果你一开始去秉智家住就没事了 对不起 虽然时间很短暂 不过认识你我很开心 安东尼如果你不介意我们到比喻好不好 好啊 我们要保持联络 这段时间谢谢你 抱歉 等我一下 如果你一开始去秉智家住就没事了 对不起 我应该跟他说没关系的 搭乘了很多航空的乘客请注意 今天飞往洛杉矶的搬机 因为天后不佳的关系 因此所有搬机取消 什么 安东尼你去哪里 欢迎光临 请问要去哪里呢 师姐先生 麻烦送我去小妹子的家 醒了就去洗脸再叫你姐姐起来 不快点上学会迟到 好 好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怎么办 我今天在学校还要上台发表 没关系 看起来还好没有很严重 肉鱼亲儿还说什么不严重 好 小姐姐 味道怎么样 快起来 你快点起来 已经早上了吗 变成熊猫了 你还笑 我是因为谁才会变成这样 哦 你们两个还不快点住手 今天好讨厌 我不要上学了 我今天要请假 不管不管 什么 只是眼睛有点余青而已 就想请接啊 这不只是有点余青而已吧 我都变成熊猫眼了 同学会去吓我 原来你的美梦也不过如此 一只眼睛有点清就变成超级大宠女了 好啦 现在这样就看不出来了吧 而且这样好像黑道流氓哦 喵 我美丽的脸 今天啊就先这样上学吧 等你放学回来 妈妈再帮你冰呼 姐姐 我是先警告你哦 我因为有分组作业 所以会带同学来家里 不要把房间弄乱了 看看你说的什么话 我什么时候把房间弄乱了 你是真的不知道你的坏习惯吗 真是的 房间是用来做什么的 把平常用的东西放在地板上 需要的时候就不用到处找了 要是在朋友面前让我丢脸 我绝对不会翻过你的 妈妈我回来了 小军快进来吧 现在想想我好像第一次来你家 因为这是第一次跟你在同一组啊 哇从很久以前就想跟你在同一组了 是真的吗 你可饿吧 我叫我妈妈倒果汁给你喝 等我一下哦 妈妈 奇怪 妈妈去哪里了 妈妈去买菜了 家里只有姐姐一个人 房间已经变成垃圾场了 这里就是妹妹你的房间吗 可不是等一下 因为今天早上我把房间弄乱了 你在这里等我五分钟好吗 啊 哦 哦 你好 我是美美的姐姐 我叫小梅子 喵 喵 喵 嘿嘿嘿 那你们进去写作业吧 需要什么尽快跟我说哦 嗯 嗯 姐姐 谢谢你 嗯 嗯 嗯 这个字写错了 可能是因为眼睛透开不清楚 希望你快点好起来 谢谢你 在你家写作业总觉得写得特别顺利耶 不过很快就写完咯 好可惜哦 哎 你说好可惜吗 孩子们 吃完点心再写吧 嗯 怎么这么难得 哎 不是啦 我姐姐就跟平常一样体贴拿饼干给我吃 那是因为我把你打成熊吗 嗯 不是 我需要你眼睛快点好起来才拿饼干来的 吃吧 这是什么 没看过的饼干哎 这是最新商品 你们今天真的赚到了 哇 好好吃哦 对吧 超级好吃吧 两种饼干一起吃会更好吃哦 美美 你姐姐真的好有趣哦 谢谢夸张 嗯 嗯 托尼的福很快把作业写完了 也吃了好吃的饼干 我今天玩得很开心 你要走了吗 哎 小俊 时间还早呢 留下来吃过晚餐再回去 这是啊小俊 反正你今天不用去补习呗 我妈妈这次买了一组超级可爱的佳佳酒玩具给我 我们一起玩那个吧 啊 什么 啊 是吗 那我就玩一下再回去好了 真的吗 那我呢 我可以倒开 你这个臭丫头 快点收拾该机 知道了啦 我懒得整理 嗯 可以了 妹妹你没事吧 哇 你不是说眼睛发眼了吗 我这次真的忍无可眼了 哎呦 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坏习惯啊 说一百次她也不会听 因为姐姐睡相不好跟不爱干净都是天生的 我再也不能忍耐了 给我房间 我要在我房间过幸福的生活 真是的 家里没有多余的房间 爸爸妈妈有什么办法 没有就做出来啊 不是有小房间吗 小房间 没错 小房间 妹妹 姐妹之间 为了一点小事就分房睡 爸爸不赞成 对 妹妹 小房间有鬼的事 你忘了吗 爸爸每次说的时候 你不是都吓得发抖吗 我不怪我不怪 就算有鬼我也不怕 在给我自己的房间之前 我每天都有睡在这里 在这里吃饭睡觉上大号 一步也不离开 好 今天真的应该可以整理干净了 现在是转播棒球的时间 先让我看一下电视 小妹子 如果晚上你不想饿肚子 就快点过来帮忙 这种地方竟然长出了香菇 妈妈 我们家真的除了钱之外 好像什么东西都有 快点打扫 快点打扫 什么 这个清风袋里有钱 什么 哇 里面有好多钱哦 你这个人真是的 老佛 那个你先听我说 原来这里不是有鬼是有死黄钱 你给你抢还有多少钱 快说 让你抢的多少 老佛 你先听我解释啦 完成了 我终于有我自己的房间了 为了你的房间 你爸爸快被妈妈打死了 孩子们七十八年准备出去啦 去哪里 今天晚餐妈妈请你们吃大餐 准备好了就快出来 你妈妈 我吃大餐了 我不要去 我不要去 什么 虽然整理干净了 可是一点都没有我房间的感觉 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布置 对 小郭巴 挂这里好呢 还是在上面一点 也对 你也不知道吧 不管挂在哪里都很好看 哇 好幸福哦 终于要有我自己的房间了 过去这段时间真的太惨了 除了要远收姐姐的睡觉 怕被姐姐破坏也不敢拿玩具出来玩 从今以后 谁也无法阻止我玩家家酒玩具了 我好累哦 大扫整理了一整天 好累哦 灯怎么突然不亮了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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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小郭巴 你叫我会害怕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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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干嘛跟我说小房间有鬼的故事 害我做那种奇怪的梦 房间怎么乱七八糟的 就是因为没有整理好就睡才会做不好的梦 妈妈 我要在这里跟姐姐睡了 我要跟姐姐在一起 不要转我的手好不好 你是说你睡觉醒来 看到有白色的胶鞋是吗 可是我从没看过那种东西啊 就真的看到了嘛 房间的灯突然坏掉了 醒来之后灯是亮的 然后胶鞋就在地上 真是的 说什么我怎么完全听不懂啊 弟弟都能够一个人在妈妈黄金睡了 你都这么大了 不要 我学长之前在这里陪着我啦 好啦 知道啦 不要担心快躺下来吧 我哪里都不会气的 快睡 姐姐眼睛哪里都不能去 哪里都不能去 哎哟 被这些孩子折腾的 我快要去掉半条命了 是不是应该跟她说实话 小房间的女鬼快点给我滚开 小伙伴快来帮忙 其实最会说梦话的是你 帅帅的妹 天天的字 耍耍听啦 又没有人知道她的睡觉习惯 反正知道了也没有好处 只有小梅子才有办法睡在旁边 不会被吵醒 哼 那好吧 那就等他嫁人的时候再告诉她吧 哎呀 话说回来 美美看到底看到了什么以为是交邪啊 可能跟梦境搞混了 我看地板上什么都没有